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胡雪岩究竟有个能耐,能够从一个店铺火迹,一跃成为大清国的首富呢? 其实,这从清朝的官场开始谈起,清朝对商人有个称呼叫做红顶商人,这类商人后面往往有官员作为支撑,二人相互勾结,最终互惠互利。 而胡雪岩背后的商人,正是大清国的乡军将领左宗唐。 胡雪岩起初是在杭州富康钱庄当学徒,掌柜见他做事机灵,便在临终前将自己的钱庄托付给他。 胡雪岩依靠钱庄发展蚕丝生意,很快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 当时,左宗唐率领乡军进攻杭州,乡军等清朝军队,由于国库窥空,军卫都是自己通过拦路设卡,打劫富商等方式抄击而来。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,胡雪岩认识了乡军将,领左宗唐并且一见若故,虽然二人地位相差悬殊,但是共同的利益,让他们最终走在了一起。 胡雪岩将钱庄的大部分收益,都用于支援乡军的开销,从此,乡军成为当时装备最精良,军想发放最及时的一支武装。 左宗唐很快凭借这支部队,迅速攻占了南京、上海等地,胡雪岩的商业版图也随之变大。 胡雪岩也从战争中大发横财,他的钱庄也从最初的买卖蚕丝,扩大到军火买卖,银行存款等。 左宗唐由于战功卓越,升为免撤总督,随后又收复新疆,这也得益于钱庄背后的支援。 自此,曾国藩的部队开始东征西考,胡雪岩的商业组织也随之扩大,当时一度占领整个南方地区。 胡雪岩的个人资产,曾经达到三千万两百银,皇帝亲自皇马挂,官居二品。 在清朝重荣义商的大环境下,一个商人能够官居二品,逐渐其产业之大。 但是很快他就被李鸿章盯上了,因为当时李鸿章正与左,宗唐斗地火热,胡雪岩成为李鸿章的首选目标。 李鸿章利用手上的权力,拿到了本属于胡雪岩的电报专利权。 他让手下的盛宣怀,利用这条便捷的交通方式,得到了最有效的商业信息。 当时,胡雪岩的商业信息,还来自快马加鞭这种方式,还来回回需要两三天。 而李鸿章的电报只需要几分钟,李鸿章先是阻挠其他钱庄向胡雪岩贷款, 而后,又散播谣言说,胡雪岩钱庄不行了,导致大批江钱存在胡雪岩钱庄的人前来提款。 胡雪岩一时间资金周转不开,只得变满家产。 最终由于欠款还不上,被蜻蜓抄家,一代富商就这样陨落了。 在临终前,胡雪岩曾经对子孙说道,白老虎可怕,意思是白银是个好东西,但是极其可怕。 告诫自己的子孙不要再用钱和权力进行交换,不然,一旦权力之间斗争,再多的钱都无济于事。 胡雪岩虽然离世,但他创办的庆余堂,至今仍在发挥作用,被誉为江南妖王。 有北有同仁堂,南有庆余堂的美誉,他一生中多次资助左宗堂抵御外寇入侵,也算得上一位有良心,有代国心的商人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